台湾近期发生了多起枪击案 自然亮起了红灯 国民党立委就指出 经过查访发现 网上充斥贩卖改造枪制的广告 黑枪泛滥 警方却是视若无睹 导致去年平均每3.65天 就发生一起枪击案 国民党痛疲民进党执政无能 让台湾的治安败坏 街头的近视器画面 日前拍到一名男子 疑似用冲锋枪 疯狂朝当地明代的办公室扫射 随后扬长而去 警方至今没有找到 这名在街头开枪的嚣张歹徒 国民党立委召开记者会 抛红蔡政府执政无能 黑枪泛滥却束手无策 它是瓦斯手枪 有图片 有报价 我们也看到 有花莲的工人说可以捡到枪 在工地里面有名牌包 名牌包里面居然是一个突击步枪 这真的是让我们觉得 难道随处都有枪 网络上讽刺说是不是全台湾只剩我没枪 现在的执政党容许这种黑金购置 容许黑道跟派系调人事 国民党指出种种迹象显示近期多起的枪击案 都和民进党的地方派系势力有关 只以警方担心动辄得救不敢查办 受邀与会的台湾刑事局副局长脸色铁青 澄清相关案件正全力侦办 我们以去年为例 总共发生了100件的枪击案 平均3.65天就会发生一件枪击案 我想请大家想一想 这样子真的让所有我们的民众 觉得人心惶惶啊 国民党要求蔡政府必须尽快成立专案小组 查弃枪支来源 扫荡不法分子 拒绝让枪击案成为台湾日常 凤凰卫视黄加腾 柯志强台湾报道